日本料理一直被当成这个精致高贵的料理之一 不过现在想要吃这个日本料理不用跑大饭店 在新庄地区就有一间这个日本料理的专卖店 那么店家强调每天新鲜现做 而且价格相当的平时 让每个人都能够负担得起 日本料理一直都被认为是精致高贵的料理之一 不过现在想吃日本料理不用再跑大饭店 位于新庄就有这样的一家日本料理专门店 每日新鲜现做 只要到这里就能够吃到健康的菜色 同时在价格上坚持平价的格局 让每个人都能够负担消费 它的地点刚好就是在一般住宅区 然后比较不会说在台北那种热闹的地方 就可以吃得到那么精致的料理 所以感觉上是蛮适合带全家大小来吃的这样子 店长表示当初开店的初衷就是想以创意料理 搭配平民的价格让每个人都能够快乐的享用日本料理 才会不惜成本的创立这家日本料理店 那其实我们跟一般传统的日本料理店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是偏向于像是有点创意的部分 那又是走平价的部分 就是让一般消费族群像是学生啊 或者是一般家庭就是很容易可以去接受的一个价位 日本料理重视材料 主厨表示希望让客人吃到温暖的感觉 就像欢迎老朋友来访一样的心情 每一道料理都精心制作 给客人的感觉 那我希望我的客人竟然都是抱着快乐 又有点... 不会说来这边就是像台北一样 一定要花大钱才能吃到很好美味的精致料理 我们这边不用了 我们这边也是走平价的路线 对所有的客人都是家人一样的 Family 日本料理在现今呈现了独具日本特色的菜肴 要求色自然、味鲜美、行多样、细精良 店长表示将料理技术极致化 提供客人美味又价廉的精致饮食 接着在新装采访报道